曼谷 曼谷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城市 我觉得那个地方不仅景色和优美 然后人也特别地和善 唐人街又是我特别喜欢的一起 因为它有400多年的历史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世界上保存的最好的 最完整的 也是把中华文化和当地文化结合最好的一条唐人街 所以我向大家强烈推荐唐人街 都记住泰国的唐人街 这次我很开心在拍摄期间住在曼谷的 皇家兰花喜莱农酒店 这个酒店非常的舒适 而且地理位置非常优越 正好就在梅南河的边上 然后每个房间出去几乎都能看到 那条最漂亮的梅南河 那无论是餐饮和住宿 还是酒店的服务都非常非常的出色 我希望自己未来再有机会 也能再次入住皇家兰花喜莱农酒店 有在我住的地方去景 因为我住在喜莱农酒店 然后其中有一场戏呢 是我和宝翔哥分开之后 要去泰国曼谷的各地去打听 然后看那个人的消息 所以说当时有在酒店门口去 而且当时群演是直接从酒店拉出来的服务生 然后一起演出的 剧组不开工的时候 我可能平时就会健身 因为平时可能在锻炼在减肥 然后因为酒店的设施还蛮完 甚至总在楼下健身房跑步 然后在游泳池学游泳 住宿的话我其实真的很推荐大家住在 我们住的那个酒店 皇家兰花喜莱农酒店 因为它就在梅南河的旁边 然后旁边有很多河边市场 而且公共设备真的还很好 像泳池室内的室外的泳池和健身房 而且酒店的餐还很好吃 马撒基也很棒 而且喜莱农酒店呢 为了纪念和我们唐人街探案的合作 然后推出了很多 对于中国游客来说非常优惠的政策 所以说可以去网上查一下